有人常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 这指的就是老花眼的病症之一 大家中午好 我是陈炳毅医生 今天我会为你带来最后一个讲座 话题就是老花眼 据2018年的报道 在2015年大约有18亿的老花眼的患者 而全球呢 约有45%未能满足老花眼矫正的需求 可见是多么大的问题 那老花眼有得治吗 在我们谈谈老花眼的过程中 我们看看什么是虚光浮证 老花眼的原理 还有治疗的一些方案 那让我们看看眼睛里的机构 我们今天会专注到的 包括角膜 我们的瞳孔 我们的精状体 还有结状肌 在正视人的眼里呢 当灯光植入我们眼睛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焦点 那个焦点呢 就会在我们眼睛中的黄斑或中央凹 那让我们看看什么是趋光浮证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视眼 近视眼是新加坡最普遍的趋光浮证 近视眼的患者呢 那个眼球的直径比普通人的来得长 所以那个焦点呢 往往会在眼睛或视网膜的前方 那导致远距离的物件模糊 那我们可以佩戴凹透镜 来把那个焦点移后 相反的远视眼的患者呢 眼球会比较短 所以那个焦点呢 就会形成在视网膜的后方 那导致远距离的物件 清晰 可是近距离的物件呢 就会有一些模糊 我们可以透过凸透镜呢 把焦点向前移植 那无论是近视眼或远视眼的朋友呢 都有可能会有闪光眼 闪光眼是眼睛表面的不平整 比方说足球的曲率呢 是每一个方向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看橄榄球呢 其实有一边是比较平 一边是比较弯的 所以这种情形呢 会造成了两个不同的焦点 导致远或近的距离物件 都有一些模糊 那什么是老花眼呢 老花眼其实是眼睛调节能力 随着年龄的下降 在年轻时呢 我们的结状机和我们的晶体 能互动 然后帮我们调节远至近的物件 随着年龄呢 这个结状机有些老化 而且加上晶体的硬化呢 导致我们不能调节近距离的物件 在这个图表里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调节的能力是随着年龄的下降 我们的眼睛呢 大约需要300度的调节能力 所以说呢 一般上40到50岁之间呢 就会有一些老化眼的症状 这些症状呢 包括聚焦近距离物体时 存有困难 约读时撕裂模糊 或者是眼睛疲累 甚至头疼 那原式的朋友们呢 可能早些需要佩戴老花眼的眼镜 那近视的人呢 有时候错误的觉得自己没有老花眼 可是当他们佩戴自己的近视眼镜时呢 就觉得近的距离物件显得模糊 他们往往就会摘下他们的眼镜 所以这也是老化眼的症状之一 那其中一个方式呢 就是佩戴眼镜 眼镜是最普遍和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我们有单焦点和渐镜多焦点晶片 如果佩戴单焦点晶片呢 我们就有好几副不一样的眼镜呢 让你看远 综合近距离 那如果显得麻烦的话 可以考虑渐镜多焦点晶片 这种晶片呢 有不同的度数 融合在一个晶片里 能帮你看远至近的物件 那习惯戴隐形眼镜的朋友们 也可以考虑使用多焦点隐形眼镜 那看着图片里这个男士呢 需要佩戴不同 不同眼镜来 看远至近的物件 可见是多么麻烦 那有一些人呢 当他们佩戴渐镜眼镜时呢 会觉得眼睛会有点不适 所以并不是十千十米的方式 那老花跟我们活动的范围 跟距离是有紧密的关系 当我们佩戴远或近距离的眼镜时呢 远距离的物件就没有问题 那在早期老花眼的患者呢 近距离大概三四十毫米里呢 他们会觉得视力开始有一些模糊 那晚期的老花者患者呢 会觉得六十到八十公分 中距离的物件也会显得一些模糊 虽然说佩戴眼镜是最简单 最方便的方式 可是要配置一款好的 渐镜影星眼镜呢 还是有些学问 因为我们的脸型 镜框 镜片的字数 镜片的款式和设计 都会有多多的影响 所以说如果要配置一副 好的渐镜影星眼镜呢 还是要去看有经验的试光师 来为你定制 接下来我们想 看等其他的方案呢 我们在我们的理想中 我们要有好的远距离 中距离 近距离 还有好的夜间视觉 甚至好的清晰度 对比度 那解决方案要安全 容易适应 甚至有可逆性 在光学里呢 我们常常听到 人们说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因为我们 这个老花眼是随着年龄 调节能力的下降 我们并不能返老还童 所以只能用 光学的一些原理 来帮我们克制这个问题 第一个原理呢 就是针孔原理 第二个呢 就是用球面或非球面的设计 或者是多焦点的设计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 双眼的互动 来调整一只眼睛 帮你看远 一只眼睛看近 这叫做单视眼治疗方式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激光眼矫正手术 如何帮你调整 还有克制老花眼 最普遍呢 就是非秒激光手术 非秒激光手术 采用的是单视治疗方式 来缓解老花眼的症状 那让我们看看 半非秒激光手术 是怎么完成的 第一个步骤呢 是用半非秒激光 来切削眼角膜板 这个步骤呢 大约10到15分钟 10到15秒而已 然后我们用准分子激光 在眼睛表面 做出适当的调整 这也大概10到20秒而已 之后呢 再将眼角膜板翻回 就完成了手术 那在我们眼科中心呢 有各式各样的 的仪器 来供应不同种类的 激光手术的需求 那激光手术安全吗 我们在18年的统计里呢 我们总共完成了超过 5万宗的 近视半非秒激光手术 那总体并发症的发生率呢 其实少过1% 而这些并发症呢 都是轻微 还有可治的 那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呢 就是单视眼治疗方式 刚才有提到 这是缓解老花眼症状的方式之一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呢 有一只是主眼 还有一只是非主眼 所以在主视眼里 我们会调整至零度 那就是看远距离的 那非主视眼呢 我们大约会留150度近视 来帮你调节中到近距离 那在进行治疗之前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 先佩戴隐形眼镜 看看是否能够 适应这种的调整 那单视治疗呢 也有一些小缺点 包括减少立体视觉 眼睛疲累 或者是视觉要求 比较高的活动时 也需要佩戴眼镜 那刚才也有提到 有一些人是不能适应 单视眼的治疗 那传统性的单视眼治疗呢 其实是调整零和300度 那远跟近的距离没有问题 可是中距离呢 就会显得一些模糊 可是这种传统性的单视眼治疗呢 只有30-40%的人们 可以接受和适应 所以近期来呢 我们通常都是调整 零和150度左右 让你看远和中距离 那就要牺牲了一些 近距离的调节能力 这种方式呢 大概7-80%的人们 可以适应和接受 接下来呢 晚期的老化炎患者呢 通常都有一些白内脏 这个期间呢 进行白内脏手术 植入一些单焦点 或多焦点镜片呢 会比较适合 先前方主任有提到了 白内脏手术的细节 所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就不多说 简单来讲 我们有单焦点 和多焦点镜片 我们可以用 使用单焦点镜片呢 用单视眼治疗方式 来调整0和150度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 多焦点镜片 在这个右侧 这多焦点镜片呢 可以克制老化炎 帮你调节 远 中和近距离 可是它的小缺点呢 就是可能性 有光晕 或炫光的可能性 因为如此 近年来 我们也有单焦点 和多焦点 融合的设计 这种镜片呢 其实牺牲了 近距离的调节能力 可是就多多了 减少炫光 跟光晕的可能性 那在图表里 给你看的 什么是炫光 和什么是光晕 随着这些晶体设计的 的进展 这些光晕 和炫光的可能性呢 还有严重性 都大大的减少 接下来的一些产品呢 其实在新加坡 还未正式的发行 其中一种 就是毛果原相减地眼液 这是采用了 这个针孔的原理 它的功能呢 其实是塑小 这个瞳孔 有助于 聚加近距离的物件 我们并没有 临床的经验 使用这个 这一款的眼泪 地眼液 可是据我看来 这种地眼液呢 可能帮早期的 老化炎患者呢 会有一些帮助 另外一种 就是可植入性 多焦点隐形眼镜 我们现在 已经有使用 可植入式隐形眼镜呢 来调整 高度的近视 远视 或散光炎的患者 这每一可植入性 多焦点隐形眼镜呢 是采用球面 和非球面的设计 来增加深 这个调节能力 所以说 老化炎患者呢 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 早期呢 通常近状体是正常 可以佩戴眼镜 或者是进行 激光手术来调整 那近期来 可以期待 这个毛果蕭香碱 低眼液 晚期的患者呢 大致上都有一些白内障 这时候呢 进行白内障手术 植入多焦点 晶体呢 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说老化炎是正常的 年龄变化 除了佩戴眼镜之外呢 其他的方式包括 单焦点非秒 激光手术 多焦点晶体白内障手术 或者是近期来 会发行的 毛果蕭香碱低眼液 或者是可置入性 多焦点隐形眼镜 其实每一种方式呢 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 所以 尽请向你的眼科医生 询问最适合您的方案 谢谢大家的收听